接下来让我们有请 王一博的 一波王炸 BOOM 战队 好 加油 加油 小军军 加油 加油 李帅 加油 王虎 孙天 一波王炸 下来 因为这个音乐 我开始是听到了 然后我是觉得 其实还挺不适合我们 就是这个队里的 整个舞蹈风格的 然后没想到 看了现场之后 感觉还挺好的 一些设计点还是挺有趣的 然后最后的那个 送椰子的位置 没有想到的 但还有一些 整体还需要干净一点 就比如说 BREAKING 最后拿那个游泳圈 做一个那个 PREASE的那个 就没有很干净 那我也提出一个 送的椰子 应该再冰一点 来吧 三 我团队惊醒的部分 就是道具的利用 钟翰良队长 我们两组之间的竞争力 还是蛮大的 气氛上来说 我们绝对是最嗨的那一组 基本上不是第一 就是第二 二 今天所呈现的画面 和所呈现的这个舞蹈 超越度 都在我的想象意外 第一名不是一波 他们的团队就是我们的团队 一 好 恭喜一波王驾 战队拿到了活的基金 恭喜 当时看到那个棋子落下来之后 我还挺为我战队 赶好很骄傲 我 我其实一直都处一个 迎接胜利的感觉 你知道吗 这边是当他 把那个棋子摇下来的一刻 我前一秒都还是觉得 我应该有 啊 怎么 就是又把他收回来 怎么会这样 就有你们0.0.0001秒的失望 你的主题是 old school 我主题肯定 是我很喜欢的old school 怎么哦怎么来 哦 breaking 肯定也要在一块 公寸无名呢 就是综合最好的 全能的笔本 大厅 还有步步跟大笔 都是最厉害的 hip hop dancer 那就很没想了 小军军要 来这边当编舞师 如果我要加入你专的 我就必须是那个主编舞师 你你做我的主编舞师 但是可能另外一个组的 杨文他可能这一点 上有一点点难接受 我们现在队伍有 小军军 然后你 但是我刚才答应他的是 他做主编舞 同样都是编舞师 然后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他俩肯定得在一块 我觉得 两个popper也是要在一块的 我觉得小机会给出 比较搞笑的风格 我的队员们 落实力很强 我希望他们这一次 都能够把自己最厉害的一面 编舞的那一面展现出来 你首先要考核的是 他们刚才剪刀石头布了 B组先 有请B组 加油 整齐度不够好 然后 我没有记忆点 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 A组的实力都很强 很强 很强 真的每个人单挑出来 都非常地强 为什么组在一起 呈现上还是真的 没有那么地好 挺失望的 我因为他们个人能力 也真的很强 对吧 但没想到聚在一起 会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不那么的齐 所以你力量的收放自如 跟整体的动作的美感吧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一博队长 最后的关键两票 B组整体的话 其实我觉得还挺满意的 A组我知道他们更好的一面 还没有展现出来 这绝对不是他们更好的一面 没办法 我看的是起舞 看的是最后的结果 恭喜B组获胜 我觉得编舞师应该有编舞师的担当 所以A组小军军 我觉得编舞师 你没有好好地 控制到这个队伍 你没有编排出好的一个作品 可能是你的 对不起 大饼 大饼 什么 我觉得 肯定全场的人 都是一个感受 为什么是饼歌 就乐壮 大饼的话 我觉得我是会比较信任他 会作为一个核心 大家去编一些很HIPHOP的动作 但是在起舞上 真的没有那么的齐 就是 可能只能找到两个负责人吧 喜欢有两个点 一个是一个人 就是突然倒下来 然后扭头的那个 还有一个是抱树 然后滑下去 那个是什么想法 那个 那个就是个画面 就是个画面 不是 有些时候那些侠 他们 有任务的时候 他们会跳树 然后进屋嘛 所以 跳树进准备来 脑补 脑补 跳树 哎可以可以 你再说一次 哎为什么 对 他问得很好 那个 那个为什么 就抱着 然后就往下 对 为什么 是什么意思啊 他还会在说 他还会在说 那只是个画面 哈哈 再说一次 我个人感觉啊 就是可能那个 定的主题啊 那个风格啊 跟中国风 有那么一点点接近 感觉的 感觉好像在同一个世界里面的东西 所以就会让 让你去 哎 你在那一块那一块 感觉 这块好像在 在那个 在那个 呃 我我我等一下再找一遍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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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没事慢慢讲 慢慢讲 哈哈 这有多小巧 哈哈 不知道你是不是 哈哈 放松放松 没事没事 猛心猛心 我我 我觉得能感觉到这个 哈哈哈哈 没事我们再问多一次 来 汉良哥 你觉得觉得怎么样 对我感觉到 你出那个主题 你想要表达那种精神 就是 侠 侠 哇 然后 从他们一出来 好几个人子 那种布置 就感觉到他们那种 斗志 嗯 就是想要把这个主题 发挥到极致 是不是 天呐 连一声队长都会 人正齐了 哈哈 对 对 说得好 对 我就是 从他们的舞蹈跟舞台里面 感受到狭客气 我觉得这个主题选得非常好 然后大家表现得非常好 所以这样一个主题之下 佳儿队长你觉得跟你想象中一样吗 我觉得 满意 满意的 完整度也是蛮高的 是我一开始定这个主题 脑子里面想的那个画面 嗯 就是本来其实我们的舞有另外一个版本 就稍微复杂一点 可能有点剧情 但是我们排出来的第一天就推翻了 因为我们组的成员可能都比较适合 直接硬钢的那种类型 对 所以就排了一个更直接的来表达 侠这个意思 排练的过程因为最开始是我在负责 后面改版的时候 大家都会去提到一些意见 比如说刚刚说的那种上树的那个动作 就秦宇哥想的 所以后面都很融洽 但是我们一开始是吵得蛮厉害的 谁跟你吵啊 嗯 就是我旁边这一位 Alex 其实是这样 我跟大家都是编舞师 然后在出了规则的当天 KK就当天就给了方案 然后在排的过程中呢 我又会有一些想法 想加到这个舞里面 然后两个编舞在融合的时候 会有一点点困难 所以我们就会有一些分歧 那所以秦宇 有人跟KK吵架的时候 你出去帮忙劝架了吗 我请他们吃了两顿小龙虾 这叫虾 这叫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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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虾